同学,我们看看2023-2024年方科UT2的第十二题 这题提到有三个力是作用于这一粒的粒子上高的 现在只是显示了其中两个 而那粒子是可以remain stationary 因为它是adress的缘故 我们相信是牛敦运动第一定律的led force 等于0 即是说这个力加上这个力 F1加F2应该和第三个力是要抵消的 我怎知道第三个力是向哪个方向呢 首先我们就要先画F1和F2的合力 同学还记不记得我们要用平行四边形原理 首先就画平行四边形 将这把间尺平行地推进去 这样出现的合力就是这个 你可以想像这个其实就是F1加F2的合力 如果要你就留意它其实有15个小格 即是打横向的 而是有三个大的15个小格 所以其实第三个力 一定要是向双反方向F3 才可以令这个和这个抵消的 所以那个正确的答案就是A 这题的正确答案就是A